齊回來落頭半天 排隊半天 開心天黑直送回頭變尖 隨便說話快樂一點 踏進家裡一秒開始 能回家修養心花開片 在你兩邊與你回天 家中那些混亂從來都不斷 全力去到你被遠處 要你出發可不一跳 能回家可逃到美麗樂園 始終家裡最溫暖 熱辣辣白粥來了,誰叫了? 你怎麼搞的?Baby,你吃粥,你吃製了 今天白粥很漂亮,每個人都叫白粥 我地室吃 嘴巴很痛 原來你們全都病了,誰傳染誰? 你沒事,我們昨天整個女兒都吃白粥 我媽媽當得很棒 怎麼樣?Helen姐 我們不小心來喝麥天堂帝 立刻還要替小姐開會 臭小姐的白粥,我照顧胃衣服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 Mary姐,你沒事,還頂得住嗎? 我想我們只要開會賣不到嬌 我們昨天同為和餐飲部有個項目 待會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賣嬌 當然沒問題 你別管了 莫莉莉,那你可不可以幫忙聰明 他嚴重過我們? 不要餓了,交給我 莫莉莉,你又成熟我 成熟他吃陳太太的搶帝 幫忙我們,可不可以? 你們,交給我吧 我… 宋總,莫莉莉莉莉莉莉 我們吃的幫餐,你很聰明 你不用再幫我們人事部 人事部我當然是幫 媽媽,你可不可以說中文嗎? 我聽不懂,你是否想我幫你的忙? 我盡力如為,阿輝 你的外賣,謝謝小姐,六哥 這麼多文件,我想我要回去準備一下 你們保重身體,小心 再見… 走了 謝謝,我…我是否錯過了什麼? 你放假,沒看秘密網嗎? 你不知道公司最新的銷售 必勝發的嗎? 即是怎樣? 簡單來說,如果和餐飲部合作 這條條條千萬不能自己購買 所以這條條條都要由阿輝說出來 那就一定會過了 小姐大小姐是接龍的女王 阿輝自然是王夫 普天之下,女王唯一不會罵 就當成是王夫 不,不過我記得以前的大小姐 罵阿輝發線高,踩到她很盡力 那時候不可以讓大龍先生知道 要玩地下情嘛 當然要掩飾一下 但今時今日 女王對王夫長傾貌和壽性 已經欲蓋你了 我明白了 所以你們一個一個就吃粥扮喉嚨痛 騙阿輝幫你們賣錢 太好了… 開始吧 就由市貿易表演吧 怎麼了?要我看口型嗎? 是這樣,大小姐 公業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不過她這個計劃是和我們餐飲部合作的 加不加以由我來表演嗎? 是這樣嗎?好,阿輝就由你嘗嘗 很好,那就由你們繼續追蹤 Peter 是 太好了 太好了 托女王閉下紅褲 今天情空萬里,清風處處 輝時慧,你果然很有智慧 如私有哲理的話 你說,你也說得出口 力… 謝女王閉下誇獎 很好 Nix,今天的議程已經說完了,大小姐 是嗎? 今天的會議大家表現得相當不錯 三會 不行,到我紅了 我們倒一些照片 好… 糟糟糕,很多人表演的了 整個會議只要四十五分鐘而已 對呀 每個高速都過了 還要我們,別人不吵 PJer,以前這個會議都害到半夜了 對呀 而且我們所有人都會被大小姐 刺得上天巴白 對呀 看來阿輝這個黃姑的光環 真是很有用 太好了,由阿輝在這裡 以後我看接龍的日子就好過很多了 太好了 那個Mia的腦袋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我的臀部 你看看,用這個感覺 帶他企愛去宣傳聖誕 搞得想在龍廣場的報紙 很像客戶一樣 如果不是剛才人當 我早就把他打爆去混淨 所有東西都是你批的 我批? 你自己看看 人事部搞了員工優惠 在酒店任職一年? 批了三千萬預算嗎? 尋寶圖去日本拍宣傳片? 不止了 行政部還會將接龍旗下 餐廳保養工作外判 IT部弄了等位按票系統 給初戀咖啡 只有我們員工才可以用 我切了哪條筋? 是戀愛失智症後群 你說什麼? 那天你們開會 我經過門口 我看見真的不對勁 所以我就拍下當時的情形 你自己看看吧 情人以內出音樂錄音 他說什麼你都說得對 把手掌握起來了 你眼裡只有這個男人 什麼辦法?你也通過了 輝輝真的很迷人 尤其是在他表演的時候 我看到另一個他… 你再這樣沉迷下去,你變成昏君了 我真的沒辦法抗拒 我看見他輝輝的行政模式 很偉忍,而且非常專業 他最近跟了歷史上課 英文說得很好聽 我說過多少次? 你看看這筆提案 就是你沉迷了輝的後果 現在接龍上上下都知道你的弱點 這樣搞下去 輝還沒得到你爸爸的認同 你第一個就被你爸爸抄掉了 龍力尼… 這件事不可以讓爸爸知道 豈有此理,一定是那群人 想借輝輝過橋 我不可以這麼容易被他們抄掉 說得對,以阿輝說什麼 拜託你保持冷靜,保持清醒 應病就病 好 避免他們再利用阿輝 我覺得你要狠狠地羞辱阿輝一次 現在吃午飯時間,來搓點咖啡 走 齊了人,阿輝在這裡 一會兒你馬上去,大大力刀他的聲音 還要狠狠地看人頭豬 蘇瑞飛 你的腳伸得很長嗎? 怎麼把他都伸出來? 你是不是想氣死我? 你真笨,你不是假裝的 呂皇竟然罵皇夫? 還要當眾 真笨,好像只是提發輝 難道他們兩個昨晚吵架? 豈有此理,你這個人頭豬 我… 輝輝,怎麼樣?你沒事吧? 輝侍衛,你沒事吧? 多謝呂皇陛下關心,微臣沒事 天氣又怎麼轉涼 你也要萬事小心 你真笨,你真笨,你好像一隻人頭豬 沒事…我喝一口水就行了 好,小心點 幹嘛叫你調大一點冷氣? 怎麼樣?好一點嗎? 好一點 好一點,我先跟Max談好事 好 你又失敗了 我也不想的,那輝輝剪刀嘛 我哪有惡得出呢?大哥 別叫我大哥,叫我舅父,注意 全部人給我聽 然後,高伯菲,紅藥水,工業 馬美娜,熱碧家,沈家儀 關美德,陳老闆 以上聽到名的垃圾 五分鐘之後,和我們去會議室開會 垃圾,這麼笨蛋你們也想得出來? 其實你說我們用屁股想出來的 計劃是用你精明的腦袋審批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天送總監表演的時候 大小姐,你很滿意的 是呀,所以我們根據你的指示 現在都在做事了 是呀,大小姐 其實我們的籌備工作 已經進行了一半了 做事又怎麼樣? 總之一批垃圾,我們不會做的 但是如果現在又投訴起 我怕我們不夠時間 還有公司會有損失 損失就在你們的份量扣吧 阿輝的表演的確是 BRAVO和Excellent 問題是你們執行得很差 以一批提議,我全部都要打回頭 至於怎樣在結束之前完成 你們自己想好 有一件事我要你們清楚 以後你們的提議要自己表演 我不管你們是失聲了 還是進了醫院 總之一天還沒死 一天都要自己表演你們的計劃 死了公司就不用出來給你們了 三妹 怎麼會這樣?明明過了的竅門 也會反過來的 你們說大小姐會不會發現了 我們利用阿輝呢? 也知道了,我們的確太明顯了 根本就是她試我們 隨便告枕頭葬,說你們要利用她 你們… 不會了,我和阿輝在尋本圖做同事 這麼久不覺得她是這樣的人 等等 阿輝以前在我們是職員兒子 現在他是管理層、高層 權力會令人腐化的 早知道當初就不裝喉嚨痛 找阿輝過竅了 對了,現在弄得要重做 沒有,比阿壹早就被人禁止了 宋總監,你真是在這裡 我找得你很辛苦 對不起,Mass 你找我什麼事? 對了,我找你是想問問你 為什麼有總監房你又不坐 何苦要把所有事情都拿來做呢 怎麼了?有事想不通嗎? 原來他們個個個裝喉嚨痛 想我幫忙賣賞 是因為你姐姐不會病我 地物網說了很久了 說你有皇夫的光環就很好用 媽媽,你不覺得自己推銷的方法 全部都過了嗎?你不懷疑自己嗎? 我們餐飲部一向都要你照顧 有問題你也改了 我們的方法不讓你姐姐贏也很合理 我知道我有用,那其他人呢? Mary姐和宮二一向都厲害 我以為他們的方法本身是可以的 所以就沒問題了 我真的沒想過原來他們在我背後 想了這麼多事情 宋總監,你現在已經不是小職員了 你是管理層 是時候要學一下陰謀論去看東西 我這裡有一份提案 你幫我看看,給點意見 那些提案也挺有啟發性的 我要你直接說 你不要當我是上司 你當你只是事業 究竟你第一眼看到這份提案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立刻說,別想 垃圾 一看就知道有問題了 這裡就不合理 這裡根本就執行不了 整份報告不合乎經濟效益 照早就舍死公司 我這麼聰明 也要幫你做一個星期才能處理好 你還好嗎? 你以為我一定會說,但我還可以 幫我需要一點時間消化一下 謝謝你,Max 你是在公司唯一 肯跟我說真話的人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進來吧 霞小姐 小蓮 霏霏,你有事找我嗎? 霏霏,為何你的樣子這麼累? 你做事是不是很辛苦? 不如這樣吧,你去我媽的醫院坐一會 我去焗杯心茶給你喝 我做了一份提案給你看 霏霏,你真的很勤力 這麼快又有新的意見出來 我覺得你越來越有總監的風範 不如你先看看提案,來 好,霏霏,你真的很聰明 我現在真的看,全部都是你寫的 我覺得這份提案是完美的 原來他們說的是真的 你對著我,你真是瞞 這份提案,我上來之前被Max看過 他罵得我一臉皮,你沒理由看不到 沒事 你以前有什麼事 你會直接告訴我 告訴我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你現在變得這麼不持平 你是不是怕我接受不了? 其實接受不了的那個是我 面對著你一個這麼完美的行政級造型 你已經迷人到蒙蔽了我的雙眼 我又怎麼可以持平倒? 你等一等 好嗎? 搞什麼? 現在不是清醒了 如果不夠的話,我還給我交叉 行了,不用 對了,保住這個情緒 來,看看這份保住,再看一次吧 這份保住這麼有問題 根本不合理 如果公司這樣做的話,會虧錢的 根本不合乎經濟效益 太好了,你最多恢復反正常了 我唯有以後都會用這個造型來上班 不行的,這裡始終都是公司 你不可以因為我而弄得你自己 像個瘋子的腦袋似的 小蓮,如果你沒辦法對我持平 莫說是其他人 大龍山也會看得到我尾巴 我知道我有問題 而且這個不是你的責任 要改變的人應該是我,不是你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想到辦法給自己 Kerry,上次你介紹的眼影 真的很好用,黑眼圈會淡了 對,保持著用,那隻真是好東西 我最近都熬得很厲害 黑眼圈很厲害,有沒有好介紹? 男人很適合 那隻… 還有那隻桌子 是呀,可以的 一天都是因為我,她們才杯葛阿輝 大小姐,原來你在這裡 Mae,你有沒有試過喜歡一個人 喜歡到極點,喜歡到失去理智? 你的意思是喜歡到盲目? 盲目? 就是盲目 好 輝輝,這一眼是最後一眼了 跟我去洗手間 好 為了輝輝好 我龍靈連一定可以心意欲 我一定要不停鞭策她,讓她有進步 這樣才沒人可以背鞭策她 我龍靈連對眼睛 一向都晴形剔透,滾滾有神 不同 大小姐,你還好嗎? 行了,別再催我了 揮揮揮揮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大小姐,你來,大小姐 楊小姐,張戶在這裡 大小姐搞什麼? 她好像看不到東西似的 只是前小年說有辦法 她不是自毀相目吧? 開始了,誰先提出? 大小姐,今天的議程 全部都放在你面前 我不是要看,我要聽參飲部 開盤,猜猜阿輝多少秒過竅 不如猜猜大小姐會說 BRAVO還是Excellent? 肯定兩句都會說 還會站起來拍手 其實我們參飲部 打算在聖誕做一個大優惠 在新衛連閣裡面 我們會做一個放題 對,以上就大致上是這樣的 這個想法是不錯的 但如果執行起來,會有很多困難 宋瑞輝,我知道你的經驗錢 所以我拜託你多做點功課 參考同類型的想法 應該要怎麼做 知道 有一件事我要理清楚 經驗錢並不是理由 我們這裡是公司,不是學校 我們不是出來讓你來學習的,好嗎? 發生什麼事? 大小姐連中水輝也罵 女王不是貪戀皇夫的美色嗎? 剛才阿輝說他開了幾萬東西 看起來真的有點殘忍 難道女王嫌棄皇夫連老色衰 令傑新歡? 阿輝,你… 你要清楚 我請的示威全部都是年輕力壯 你的肉軟,誰知道你保護我 明白,大小姐,我會努力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要匯報? 小玲,你沒事吧? 剛才你罵到我 你不是真的拆盡了你自己嗎? 我對著眼睛沒事 剛才我這麼大聲罵你,對不起 親一下吧 這個才是阿輝 難怪了,剛才摸下去 肉那麼軟,原來是舅舅 你連我認不出還說自己對著眼沒事? 剛才我用了另一個方法 令自己看東西不清楚 大小姐,你什麼事? 沒事 你的眼睛,很噁心 我已經說化妝無臣乾了 現在怎麼看人呢? 你還站在那裡? 你快幫我拿副太陽的鏡頭來吧 差點被你嚇死我了 不用擔心我 但我剛才這麼大聲罵你,會不會很不開心? 我開心也來不及了 總之你以後如果我做錯事 你儘管罵下來,我才會學到東西 輝輝,你想的事真成熟 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嗎? 是呀,姐姐,你以後開會是否也不帶鏡頭 那不行,姐夫不在就說而已 在那怎麼辦? 我知道這不是長遠的方法 所以我已經想好了 我會去配多點不同的道數鏡頭 由看不清楚,到慢慢看清楚 希望可以逐一逐一適應 我答應你,我會很努力的努力 我相信有一天,就算你正常看著我 我一樣可以寫一道道理給你 在外面的製作中